大学啊,我们报考的比较远 曾经想过,越远越好 因为家里人管教的比较远 不光是学习方面 生活各个方面都各自有主张比较强势 等你上了大学就一时间放回自我 我们选择了西安寺院学院 毕竟也算是我们母校给她吹吹广告 这个学校非常的漂亮 花花草草得有几十种 身处百乐园之上 就是陈忠实所写的百乐园 比清华美娜要漂亮得多 就是这种自然的氛围 当然没有加入更多的故事 其实也没什么故事 还有一些野史 野的不能再野的 就是有些楼涂上红色 整体楼看上去全部面貌一些 都心见效不久 那个楼好像是出过一些事 甚至还有条楼 那就是一些小的意识 那上学期我们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 二号去图书馆 那教师资历呢 因为私立学校外聘的一些老师 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大学了 但是因为可能毕竟不常住 这个归书馆上面查一点 还有一个特点 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 加上教师食堂做了一下 总共有七个 各种的美食不光是陕西地区的 那业余呢 叫书院门这种地方是非常想去的 就是文化一条街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嘛 不管大朝小朝 那这些人文的风景 当然建议大家参观的时候 还是要带一个导游 即使你学这个专业呢 还是有一些不够究竟 不如当地人 包括有些意识啊 野识啊 更清楚 传说之类的 我们学费因为高 就上学期间 比较非常的结实 一天吃饭 甚至只花过七块东西 每个月生活费也不高 给我的只有三四百块钱 剩下的 偶尔 还去买个移动硬盘啊 那时候流行这种层出有用吗 那还帮过一些朋友 那有些地方也不舍得去 很多还是没有玩过 撞过 我们家里也不是说特别富裕 当时家里人一句话说 轻功就是再难 当国卖铁也供问你 但是一听这话 那懂事的孩子 本来想专生本也不考 那大学期间还做过一些兼职 而且是全校 甚至全地区性的 比如说校园交友网 内容叫一句 大家可能知道校内曾经丰美意识 全校的代理 学校招生 甚至还有一些不好的办假证 然后 然后